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 我是张天亮 今天是2021年10月31号 今天咱们这个节目 前面咱们讲一点新闻 做一点评论 后面想跟各位网友互动一下 因为很久没有跟各位网友互动 和回答大家的问题了 在这个希望之城的会员网上 就是有很多网友提了一些问题 根据我做的那些节目 所以我想先回答那些问题 之后的话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这个地方打字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尽量多回答一些 那么咱们现在开始讲这个新闻 咱们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G20峰会已经落幕了 一切都跟我7月份预言的是一样 就是习近平没有出席峰会 而是派了王毅做代表 习近平不去峰会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现在国内的行事不稳 他可能就是说很害怕 他如果一旦出国的话 就是国内在搞出什么政变来 所以我感觉他甚至20大之前 出国的可能性都比较小 20大的话应该是在明年的10月份 90月份吧 那么如果要退到11月份的话 就说明中共内部的权斗呢 非常的激烈 那么他20大之前能不能出国的话呢 咱们到时候再看 那么今天呢看到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的话呢 是财新网的这个一个报道 其实因为这两天呢 发生了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新闻标题 说11届河南省委一次全会 57岁郑州书记徐立毅卸任常委 这个事情为什么特别值得注意呢 因为这个徐立毅呢只有57岁啊 就是按照中共的这个官场来讲的话 属于年富力强的啊 应该可以在仕途上 仕途更上一层楼的 他是郑州书记 作为一个省会城市的这个市委书记的话呢 他实际上相当于副省级的干部啊 他做这个省委常委的话呢 是应有之意 但是的话呢 他竟然没有做这个省委常委 所以这点的话呢 就显得非常的蹊跷 那么这个事情的话 就迅速的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因为这个徐立毅的话呢 他是这个习近平的人 所以新京报呢 很快就发表报道说 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 已卸任河南省委常委 然后的话报道完了之后 诡异的是新京报在几个小时之后呢 就删除了这篇报道 如果你现在Google一下 这个徐立毅这三个字 你会看到在新浪和搜狐上 都有关于徐立毅卸任 这个省委常委的报道 但是如果你拿这个鼠标点的话 都是点不进去的 因为呢 这个所有的这个相关的报道都被删除了 我刚才给大家看的是财新网 因为财新网的话属于半官方性质的 所以说他呢 可以这个不理这个就是习近平 就是他可能也是希望习近平难堪吧 所以他呢 就报了 这个徐立这个事之所以非常重要的话呢 是因为他是李克强和习近平互相之间角力的一个就交点 因为这个徐立毅的话呢 他曾经做过杭州市委书记 他做过温州市委书记 那么他当这个他在这个温州任职的时候呢 正好是习近平做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 所以两者之间呢 有交集 就是直接的这种上下级的关系 那么徐立毅呢 他等于是相当于是习近平的嫡系人嘛 叫做枝江新军 那么他一定是习近平重点培养的对象啊 后来呢 这个李克强呢 就是因为八月份的时候不是郑州发大水吗 然后后来李克强呢 到河南郑州去视察这个洪灾的时候 让国务院的调查 调查组高调的进驻了郑州 然后说要对郑州的T20特大洪灾进行全面的调查 而且向民众呢 公布了举报电话 那么徐立毅的话呢 作为郑州市委书记 他是这个领导责任是逃不掉的 但是呢 好像是他在八月份的时候躲过了一劫 为什么呢 就是他八月份的时候连任了郑州市委书记 这个你感觉好像就是李克强 当时那个派国务院的人去调查的话 就是给徐立毅难堪的 那么这个徐立毅的话呢 好像是他能够连任这个郑州市委书记呢 是习近平给李克强的一个回击对吧 但是呢 这个他这次竟然落选了郑州 这个落选了这个省委常委 同样在这个720大洪水中 负有领导责任的这个郑州市的市长 叫做楼阳生 这个人的话呢 反而连任了省委常委 所以呢 就这就显得这个徐立毅的落马呢 显得非常的蹊跷 那么如果他连任了市委书记 八月份连任市委书记的话 说明他还会在这个郑州继续干下去 但是他现在 而且他现在仍然是河南省的省委委员 但是却被抹掉了省委常委的职务 等于在党内的话呢 把他的地位降了半级 有人说他是这么一个副省级的干部 只是一个小楼楼而已 没什么了不起 我不是这样看的啊 就是因为 呃 我们举个例子哈 就是1999年 当时厦门这个远华案爆出的时候呢 呃 当时这个远华案爆出的时候 就是赖伤兴当时在 就是这个 这个福建 就是在那 就是大量的走私 那个什么汽车呀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燃油啊 什么之类的 那个时候呢 福建省的省委书记是贾庆林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 这个赖伤兴出事之后 远华案出事之后的话 会牵连到贾庆林 然后呢 江泽民为了表示贾庆林没事 特别安排去北京市考察 那时候贾庆林是政治局委员 这个北京的市委书记嘛 所以就是说 在中共官场上有这么一种惯例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大佬 你要能够照住你下面的小弟 所以当时远华案出了之后呢 江泽民去北京市委考察的话呢 本身其实就是对贾庆林的一种支持 就是力挺贾庆林等于是 那么习近平他是枝江新军的大佬 但是他不能够保护枝江新军的小弟 那人家为什么还要再跟着你呢 对吧 所以就是这个徐立卸任常委这个事 确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咱们再继续观察吧 我并不觉得说 他可能会到其他别的地方任职 否则的话 他没有必要再续任河南省委委员 然后呢 还做这个郑州市的这个市委书记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算是李克强的一种反扑吧 这个10月27号的时候 这是这个就是徐立这是一件事 还有一个事情也特别不正常 就是10月27号 人民日报的报道说 习近平和中共高层参观 所谓中共那个13-5科技创新成就展 但是标题特别奇怪 标题特别写明说 王岐山与其他六常委一共七个人 分别参观展览 这个事就很奇怪了 就是说如果习近平去看那个展览 其他别的常委 包括加王岐山都要去这个看这个展览的话 那你应该是在习近平的率领之下 身边晚上围着这个另外的这七个人 对吧 这表示党中央的非常的团结 那么我们就搞不清楚 为什么习近平去了 其他别的常委也去了 但是是分开去的 而且在这个人民日报报道的时候 标题还特别著名说 他们是分别参观展览 这就特别奇怪 然后当天这个央视有一个四分多钟的报道 确实显示说 他们好像是在分别参观展览 因为在习近平的身边的话 只有中共的副总理刘鹤 这个事情是特别不可理喻的 你说他们中共的那个 就都打得不行的时候 他们通常还要展现党内的环节 是吧 你现在好像是公开的展示党内的分裂 你说习近平要展示这个吗 他没有必要对吧 那其他别的人这么展示的话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很奇怪很奇怪对吧 在那个中共历史上有一个事情很有名 就是林彪大家知道 在1971年913 他不是那个就是摔死在温都尔汗吗 那是1971年的9月13号 在1971年5月1号 就那年的所谓劳动节的时候 那是林彪最后一次跟毛泽东一块上天安门城楼 那个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已经特别的紧张 已经掰了 然后呢 那天晚上那个放焰火的时候 林彪就来的很晚 来的时候呢 他往那一坐不吭气 就当时那个谁 呃 西哈努克也坐在他们那个桌子上 就天安门正中间那个大桌子上 林彪跟毛泽东都坐在那个桌子上 然后林彪呢 就把自己裹在大衣里边 5月1号 那时候北京已经比较暖了 他就裹在大衣里边不吭气 坐了几分钟之后就走了 他虽然跟毛泽东坐在一个桌子上 他没有跟毛泽东说一句话 所以当时的这个电视台的人 他们都没有拍 就是 呃 就是他们当时是本来是应该拍摄 比如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 哈 在在在一块同荒 是吧 两个人亲切交谈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应该拍这样的镜头 来展示党中央的团结 结果呢 林彪就 把自己裹在大衣里面 头一滴不吭气 然后呢 这个等于是记者就一直没有等到那个镜头 他们镜头 他们就没有拍 结果等他们转一圈回来想拍的时候 发现林彪已经走了 就那是空了一把椅子 所以后来当时那个董毕武也在那个桌子上 然后西亚努克也在那个桌子上 然后董毕武跟西亚努克就问毛泽东说 哎 那个林副主席哪去了 毛泽东说身体不好先走了 那天晚上周恩来就特别的紧张 当时有一个姓杜的那个就是照相的那个人 周恩来就特意把那个姓杜的人叫过去说 你有没有拍照片 他说我拍了一张是全景 就没有拍到两个人亲切交谈的照片 然后周恩来后来没办法 就拿那个照片当成一个固定的那个就是镜头 完了之后放在电视上去播 也就是说 尽管毛泽东和林彪都已经分裂了 但是呢就是周恩来还是要这个把两个人同框的照片 当成一个政治任务啊 来展现这个中央的团结 如果你要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背景的话 你就会觉得这次人民日报和央视的报道 就显得非常的不正常 而且你看最近中共的报纸 频频的爆出一些借骨欲金的文章 而且他观点好像都不一样 一个呢是解放军报啊 他们就是这个登文这个谈这个夺门之变 这个我们以前做节目 前两天曾经提到过啊 就是讲在明朝正统年间 这个这个就景泰年间吧 那个然后呢 这个那个当时这个皇帝呢 是朱祁钰啊 他是这个呃就是代宗啊 就明朝的明代宗 因为最开始那个皇帝呢 就是明英宗啊 朱祁针呢 他是在跟瓦剌作战的过程中 被瓦剌给俘虏了 那就是叫土木堡之变嘛 后来于谦守卫北京啊 然后后来又迎接这个就是 朱祁针回来 但这时候因为江山已经有代宗做皇帝了嘛 所以朱祁针呢 他只能做太上皇 但是朱祁针回来之后 他的这个状态很糟糕了 就是被他弟弟挤堆的 就简直跟坐牢一样了 所以后来呢 就是在这个代宗做了八年皇帝之后 代宗的年号是景泰 就咱们说那个景泰兰其实就是那时候 就是就是这个发明的 所以当时呢 这个代宗皇帝呢 就是做皇帝做到第八年的时候 他身体不好 然后的话 太上皇就找了一个机会 就复辟了 这个事情的话呢 历史上成为夺门之变 是因为他们当时就是从那个软禁太上皇的地方 要进这个故宫的话 要经过东华门 然后那士兵说 这个晚上这个皇帝的身宫是不能进来的 然后呢 就是当时这个朱祁针呢 就英宗就喊了一声 我是太上皇 然后的话 那个士兵就把门打开了 就所以这个历史上就成为夺门之变 这个夺门之变的话 其实就是政变 那么当时这个解放军报谈这个政变的话呢 不是在警告习近平说 你要防止出现太上皇政变的情况 就是或者说防止出现 像这个江泽民曾庆红政变的情况 而是警告百官说 政变发生的时候 你们最好袖手旁观 所以感觉好像解放军报在敲打习近平 感觉这是一派的主张 还有一派的话 很显然就是站在习近平这边 学习时报嘛 就是这个明显带着习近平的这个signature的 这个学习时报的话呢 就登过两篇文章 一篇文章的话呢 就是讲这个吴越归宋的 就是说指的是当时五代十国的时候 说这个吴越王呢 他当时一看这个情况 哦原来这个赵匡印是真命之主 于是的话就干脆树身归命了 就把所有的这个什么多少个州啊 多少个人口户籍整理完了之后的话 直接就这个投降了啊 所以呢当时这个学习时报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你发现了这个真命之主啊 就是不要抵抗啊 赶快又投诚就完了 这个好像明显的是说习近平就是真命之主啊 你各地方诸侯们赶快听话啊 赶快投诚 所以学习时报的话呢 他是站在习近平这头了 10月22号的时候 学习时报又等了一篇文章 跟这个吴越归宋的调子差不多 讲什么呢 讲西汉贾义的治安策 大家知道这个贾义啊 是一个少年天才啊 这个人22岁的时候就当了博士了 博士的话那时候指的是皇帝的咨询官啊 这个人但是他的这个 这个就是死的比较早啊 英年早逝 贾义这个人真的很有才啊 咱们可能在大陆这个上过上过高中课的人 都背过他的过情论是吧 那个文章写的大气磅礴是吧 那个文采非常的好 贾义的话呢 他是一个儒生啊 但是他的老师的老师呢 是李思 就是秦始皇那个丞相李思 这个秦始皇的廷位李思啊 所以这个贾义的话呢 又是李思的再传弟子 所以这个人是学惯如法啊 很有才很有才的一个人 那么他当时呢 就曾经给这个汉文帝上过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话就是治安册 这个时间的话呢 是公元前174年 这篇文章其实特别的长 就是没有完全的留下来啊 我们只能是在汉书的贾义传里边 或者是在史记里边 能够看到其中一些节选 当时贾义说 说这个国家看起来呢 好像是处在一个太平盛世 但是其实呢 有很多很糟糕的地方啊 他说臣妾为世事 可谓痛哭者一 可谓流涕者二 二可谓常态息者六 就他一共国家有九个方面的问题 然后他一一去讲 贾义当时主要讲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就是讲的是诸侯王不听中央的问题 然后他当时就讲说诸侯王呢 其实跟姓刘还是不姓刘是没有关系的啊 他只要地方大啊 他就会野心膨胀 他就会造反 所以他要汉文帝的话 解决这些诸侯王的问题 而且他提出了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 就是重见诸侯而少其力 这个后这个事情后来被汉武帝给真正的实现了啊 所以贾义的话 这次这个学习时报登贾义的这个治安册的话呢 其实是警告习近平 或者是警告各地方的诸侯 就是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这个势力很大 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这个地方诸侯的话 不见得是这个地方 就是属于比如说北京以外的那些省的什么省长省委书记什么之类的 他也包括比如说政治局委员啊 或者是政治局常委里边 那些跟习近平 就是跟他不是一心的人 所以呢 就是这一次这个学习时报登出来这个假义的治安册的话呢 也是借骨欲金啊 就是说你们要 听这个皇帝的啊 就是因为假义的当时治安册的话 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嘛 就是让皇帝说了算嘛 所以学习时报这个不管是无约归宋也好 或者是这个假义的治安册也好 都表达了一个同样的意思啊 就是各地的诸侯们应该是跟着这个当今的皇上的啊 就是听习近平的话啊 就这个意思 所以呢 其实你从这个学习时报登这个文章啊 虽然他和习近平看起来是一条心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诸侯王作乱的问题 或者没有这个什么无约不想归宋的问题的话 他也没有必要登这样的文章 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当前非常 这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政治问题啊 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也就是说呢 这个很显然在中共 在习近平的这个眼睛里面的话呢 存在着像无约不归宋这种事啊 然后呢也存在着这个像 这个像当时北汉就是没有归宋了 是吧 那么还有就是地方诸侯有点像这个假义当时指出的那个问题啊 就是 时不时的就想犯上作乱啊 有这么个情况 所以借用学习时报的话呢 来敲打他们 所以从这些迹象来看的话呢 其实习近平连任呢并不是一个 就是像 我们以前外界看到的和感觉到的那么 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我觉得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前的话 他有很多工作要做啊 他有很多的这个政敌需要清理 那么这可能也就注定决定了 就是他在二十大之前的话 这个这个他的形势会 他的这个精力会集中在国内的事务上 所以我才说 我说二十大之前都可能出不了国 这个事的话呢 咱们可以反正还有一年的时间 咱慢慢看吧 说完了内政呢 咱们再说一说外交哈 这个这两天这个第二次峰会在意大利呢 就是已经闭幕了啊 就是在这个罗马闭幕了 那习近平自己没去呢 他派的是外长王毅去的 去了之后的话呢 这个王毅跟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呢 举行了会晤 这个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啊 就是说两个人会面的时候呢 布林肯就警告王毅 他说美国反对北京采取令两岸关系 更加紧张的行动 这个地方可能指的就是这个中共频繁的军机绕台 所以美国的话就要向台湾帮助台湾训练军队 然后包括比如说可能向台湾出售武器 包括现在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 呃跟台湾之间在这个 这个政治经济外交这个层面的这个接触的话 全面升级 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是让中共特别的难堪 这个 王毅的话呢 当然他也讲 他说 他说你们这个简直就是这个 你们美国说你们是一个中国 但是你们简直就是在实际上说一套做一套啊 嘴上说是一个中国 实际上你们跟台湾眉来眼去 呃 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一个中国是底线了 那就类似这样 老上常谈的话了 又说了一遍 其实我觉得布林肯的应该讲 有些东西我觉得应该讲的非常明确 布林肯应该跟王毅讲 我们保护的不是台湾 我们保护的是民主制度 我们认为台湾是一个民主政体 他们可以选举自己的领导人 我们认为这种他们这种民主 他们能够选举自己的领导人 然后他们有这种言论信仰的自由等等 这是人权 我们保护的实际上是他们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只有自由的国家 人才能够有尊严的活着 所以呢 就是说我觉得 他把这个问题上升到这个层面 我们不是在保护台湾 我们不是在中国和台湾之间选 我们是在民主和一个共产邪教之间选 一个是一边是民主自由的国家 一边或者政体吧 另外一边的话 是你们共产党这样的一个邪教国家 当然布林肯不见得说的这么rough 但是他可以明确的讲 我们不是在你们台湾跟中国两边之间选 我们是在民主和专制之间选 我们是在民主和暴政之间选 我们是在自由和建察人权的这个政权之间选 那你说我们应该站在哪一边 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的话 就会让这个王毅很难堪 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应该非常明确的提出来 如果王毅讲说啊 我们中国也有民主啊 我们这个中国民主这个跟你们理解的不一样 那布林肯就可以回答说 如果我们两个国家对民主的理解都不一样的话 我们凭什么非得对一个中国这个问题要理解一样呢 对吧 你们不也说什么九二共识吗 对吧 九二共识不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吗 对吧 也就是说 你们认为一个中国指的是中国啊 中共 然后呢台湾认为一个中国指的是民国 你们都觉得一个中国可以各自表述 那么我们美国凭什么就不能在一个中国这个问题上 跟你们各自表述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你会把王毅问的哑口无言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真的可以提出来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布林肯其实明确的指出 既然你们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话 那么也就实际上是说 咱们甭管这一个中国到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是中华民国 但是既然各自表述的话 就认为就是实际上就是你们认为存在两个不同的政府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跟这个政府打交道呢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 如果要是能够真的就是就是明确的提出来之后呢 我觉得其实对中共来说也是挺难回答的问题 我觉得啊 就咱们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说这个美国找了一个打击中共的一个新方法 不是打击中共打击习近平的新方法 我觉得台湾问题现在已经成了美国打击习近平的新方法 当美国在跟台湾在这个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不断的在合作的时候 不断的在升级双方的这个外交关系的时候 你就让习近平很难堪 而且就是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步步紧逼的时候 习近平实在是没什么可以做的 我真的不觉得习近平他会打台湾 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胆量 这个中国不是有句话吗 攘外必先安内啊 你这个内部都问题都解决不了 你怎么能够对外去打 就是这个发动战争呢 有人说说毛泽东时代不也是这个对什么中印战争 就是1969年 不是1962年吧 那个中印战争是吧 然后1979年的时候的中越战争 邓小平时代的时候 对 毛泽东1962年的话 打这个中印战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 就是因为1962年2月份的时候 就召开了那个七千人大会嘛 毛泽东他等于是在政治方面的话 已经退居二线了 他已经检讨认错了 然后这国家的经济已经交给这个刘少奇了 那这个时候毛泽东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怎么办呢 毛泽东就去这个打印度 就是他实际上是通过显示自己的军事实力啊 来震慑他的对手 但是我觉得习近平实际上他政治经济都没搞定 他在这个军队里边的那些就是这个这个就是人脉也好 根基也好的话 那绝对不能跟毛泽东相比 他也不能够跟邓小平相比 毛泽东的话可以说是在所有的军人的上面啊 就是他他没有没有人能够跟他peer to peer啊 就这种match就是就跟他平几平坐就没有 邓小平呢 他是原来是二野的政委是吧 他等于是在中共四大野战军里边的话 他只是其中的一个 但是呢 就是因为其他别的野战军像这个华东啊什么之类的 在这个文革结束之后的话 这些人他们其实都已经慢慢的没有那么重要了 那么这个时候邓小平的话呢 他调动军队来打这个就是79年的这个自卫反击战 他是为了显示自己对军队的控制 完了之后的话去威胁那个华国锋 华国锋是明显的一个弱主嘛 对吧 但是其实习近平的话 他就是相当于人家那个毛泽东跟邓小平的话 可以轮一轮关公的大刀 你这个习近平轮不动啊 就是我觉得他在军队里边根本就控制不了 他如果能控制军队的话 在政府里边的话 他不会显得这么软弱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等于是美国在步步进逼在台湾问题上的时候 习近平的话他又没法做什么 所以呢 你越这么逼他越显出习近平的软弱 习近平越露出他的软弱 包括他刚才说那个徐立毅的事 郑州市委书记他都没有连任省委常委 习近平的亲信等于都没有 这个还被反而在这个党内被降了班级 他越显示出自己的软弱 在二十大上他要连任的困难就越大 所以我觉得其实美国现在跟台湾升级的这些 这个这个一步一步的话也可能是在 这个给习近平的连任制造困难 因为咱们不是说拜登刚刚上台的话 有一个longer telegram 就更长电报嘛 就当时就是有一种倒习的那个 就是这么的一种主张吧 就是那个就等于像民主党献计献策就讲要要倒习 所以我觉得现在台湾问题的话呢 已经成了民主党倒习的一个新的方法 刚才说到那个G20峰会啊 G20峰会这个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呃 开始对跨国公司征求征收这个全球的企业税啊 15% 大家基本上达成一个共识了呃 这个事情我觉得影响也会比较大哈 因为这个像跨国公司最低增15%的企业税的话呢 他有可能会帮助美国实现这个产业链的回归 因为现在很多跨国公司的话 他是哪个地方国家的税率低 我就把我的公司放在哪去是吧 甚至可能避税 但是如果全球进行这样的一个税改 那就有可能我觉得会让很多跨国公司觉得 把他的公司放在外国的话就不值得 我感觉是这样了 这这事咱们再慢慢再观察吧 呃 其实呢 这个中共这边的话呢 跟美国持续数年的贸易战哈 就是现在这个疫情之后呢 这个把这个中共的现在的这个经济结构扭曲的更厉害了 呃 有一些朋友呢 或者是有一些专家吧 他们觉得现在中美互相之间的这个贸易哈 中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 主要的原因的话是因为 在这个疫情期间的话呢 由于很多国家都等于是 杀当了 就关闭了 关闭之后的话 他不生产 那么如果需要买东西怎么办呢 因为中国在拼命的生产 所以中国就拼命的出口 中国现在一年的出口额占全球贸易的15%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那么中国的这个每年的这个这两年的贸易顺差的话呢 也是在快速的增加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哈 其实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扭曲了更加扭曲了中国的产业结构 咱们过去说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话 它是外贸出口 就是这个消费三大块嘛 就是应该是正常的话都是这样 那中共本来他就外贸的依存度就特别的高 那么现在的话呢 他这个随着这个新冠疫情的话 对外贸的依存度更高了 习近平一边说内循环 另外一方面的话 他对外贸的依存度变得更高 所以其实现在这个我觉得 对中共来说不见得真的是一件好事 我真的不觉得是一件好事 因为等到疫情一结束 各国光机 就是这个社会一开放 大家一开始一生产 那中共的话 他就不用生产那么多了吗 那他现在的很多厂房设备什么什么之类的话 他其实对那个投资的话会浪费很多 而且的话呢 他的失业率会突然之间一下降下来 就是不降了 就是失业率突然之间会升上去 因为人家不需要买你的 人家自己就可以生产 所以我觉得就是 有的时候这个 你要是知道这种道家哲学的话 就是这个福获是相宜的 你现在看中共出口贸易侦差在往上涨 感觉是好事 我倒是不觉得他真的是一件好事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些东西了 就是因为我觉得 这个新闻的话呢 就是咱们就先分析到这 下面一点时间的话呢 咱们想回答一些这个网友们的提问 这样我觉得我们就可以互动一下 大家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打字 这个打字完了之后 我们也可以这个 我回答完了会员网上这些朋友的提问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回答大家在这提问 第一个问题 请问张博士如何看待崖山之后无中华这个观点 这是一种说法了 这个崖山指的是在那个南宋末年的时候 最后在崖山海战嘛 之后的话呢 中国就被蒙古人统治了 然后呢 再往后的话是大明王朝 然后再往后的话呢 是这个清朝 就感觉好像是这个明清的时候就不再是中华了 其实我不太认识 我不太认同这种观点啊 因为我觉得 有很多观点的话 他只是这个有一些 就是学者吧 他们提出来的 然后呢 有一些比较反中国文化的那些人的话 他们就会采纳这个观点 我在我的那个会员网 或者包括我在这儿做节目的时候 经常有人说 什么中国没有五千年文明啊 什么之类的 什么中国的夏朝根本不存在啊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些说法 我觉得都是 非常的 我觉得非常的人云亦云的啊 因为夏朝当然存在 夏朝的那个考古都发现了 在二里头发现的就是夏朝的遗址 而且夏朝那个出土的那种青铜绝 你可以看到就是他的这个做工的话是非常精细的 就夏朝末年的时候就是做的那种青铜绝 大家知道这个一个地方啊 如果这个玉器 也发现一下夏朝的玉器啊 就如果一个地方它的玉器能够很发达 而且包括比如说夏朝当时考古的时候发现那个宫殿的那个那个地基的话非常的宽阔 那就是一个像是有什么几千平方米的那么一种工一个宫殿群 所以你很难想象说没有夏朝没有一个就是非常强大的这么一个政权的话 他能够造出这么好的这种就是宫殿来啊 这么这么这么雄伟的宫殿来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什么夏朝不存在啊 什么商朝不存在啊 这些事情都是一些共产党的那些左派的那些人 他们用西方的那种历史所谓的历史研究的观点 然后在污蔑中国的历史 然后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这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的观点 这一百年以前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没有必要重复它了 因为后来的这个这种考古的话 已经发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 就是发现了很多这种这种考古的遗址了 所以我我我我其实不太认同这种崖山之后吴中华的观点啊 我觉得中中华文明遭到灭顶之灾这种破破坏的话呢 就是共产党 过来之前的话 其实中国文化保存的比较好啊 我觉得保保存的比较好 其实中国的这个文明啊 它的核心就是如实道啊 只要这三个东西没有被灭掉啊 我觉得这个中华就一直这样延续下来可以啊 下面一个问题说 有很好奇几个问题 汉武帝采纳董仲书的对策 到底是儒家入世之术 利于治国安天下 还是利于他的统治 这个事情是这样啊 就是作为一个国家来讲的话呢 他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 当时的话能够选的道家法家儒家 其实也没的可选了 然后呢 选了法家 秦朝一看不行啊 这个这个法家的话 是这个太反人性了啊 而且在这个经济上对人的压榨太厉害了 所以法家被扔掉了 然后又选道家啊 道家无为而至嘛 可是无为而至的话 他适合的是小国寡民 一个很小的小共同体可以用道家 但是呢 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用道家就很难 所以汉武帝当时采纳董仲书的建议的话 就是想找到一个稳定的国家意识形态 所以后来就找到了儒家 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当然儒家的话 是不是有利于治国安天下呢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啊 就是其实我 我说的儒家的话 指的是孔子的儒家 从这个汉以后 其实儒家的话 他也在走下坡路 就都有人 把自己的一些观点 加到儒家里面去 特别是到了明朝 明朝的那种儒家的话 我其实不太喜欢 除了王阳明那个心学之外 就是明朝有很多知识分子 他们那种行为的话 我其实都不太喜欢的 我说那个儒家的话 是指那个好的那个时代 就是孔子那个时代的儒家 那个时代的儒家的话 他当然对人的这种道德 维系人的道德的话 他是很有好处的 这个事情详细的我不讲的吧 大家可以看我们那个中华文明史 那个系列 当时儒家讲的八级 就讲这个儒家 他主要的思想到底是什么 以及他为什么对 这个中国人的道德有好处 那么还想问 这位朋友还想问 莫子流派为什么失传了 莫家流派 其实非常不适合于统治一个国家 莫家的话 他更像是一个帮派 而且莫家很多的主张的话 他是有点反人性吧 就是我不能说他反人性 就是说他主张人那种吃苦 苦行啊 一般的人受不了 所以我觉得他不适合于这个 这个大面积的在人世间流传 而且其实莫家的话呢 他也是一个相当专制的机构 就是莫家的巨子 就是他的那个头 对底下的人的话 是有生杀与夺的权利的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真的实现起来的话 不见得真的是一个好 就是好东西啊 就是真的像一个政府 而且莫家的话 他有点反政府 莫家的话呢 他主张的那些东西啊 就是这个奸爱啊 什么非公啊 什么之类的 其实都是一种理想主义 在真正现实中的话 是很难去推行 因为他很难在这个世间推行 所以他的失传的话 也就变成了一种必然 而且莫家的话 他那个讲那些什么 摸顶放肿以利天下而为之啊 就是包括他那些 就是吃苦啊那种 那些东西其实 一般人根本就 没有办法去实践他 你不能被大家所实践的话 当然就不能够在社会上 成为一种普遍 被大家接受的这种国家意识形态 我是这样理解的啊 下面一位朋友问说 能不能讲讲欧洲哲学 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和文化 哎呀那个太大了啊 就是这是很大的一个题目 咱们现在呢 就是有一点现实意义吧 我们先就是主要是讲中国这些事啊 这中美关系的博弈的话 是现在最大的一个 国际上最大的一个事情 国内的话 就是现在习近平连任的事情啊 非常非常的重要 关于希腊罗马 这些历史跟文化也很难 就是说 很快的就是很简短的把它讲出来 这真的也很难 这些东西呢 其实在网上找一些文章自己读一读的话 可能也能够起到一些普及的这个效果啊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吧 第四个问题是 请问张老师全臣篡位 那君臣之间算不算不同的阶级呢 哎 其实我在讲这个中华文明史的时候呢 我其实非常想澄清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问题 因为你用这个观点看问题的话你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那套历史观了 我们之所以讲历史跟很多人讲历史不一样的话是因为史观不一样 因为我们不是站在阶级斗争的那个角度去看历史的啊 我们是站在我们自己一个很特别的角度 这个我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的清楚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们现在在这个会员网上 大家可以去就是用你的email的话就可以登记 登记完了之后login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我前面讲的中华文明史的前面的七集 这个问题已经在那里面说的很清楚 那是免费的啊 大家可以随便看了 其实你觉得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啊 那你觉得比如说江泽民不是江泽民了 就是这个这个薄熙来和习近平的话 到底是不是同一个阶级呢 很显然是同一个阶级吗 都是红二代吗 是吧 为什么非得干的你死我活呢 就是他有些问题 他不是用阶级问题能够回答的问题啊 他不是用阶级能够回答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周恩来也在国民政府中认过之后 来他做新中国总理了 算不算全臣篡位啊 这个我觉得他不能算啊 就是他这个他实际上是造反 他实际上是造反 我们说的全臣篡位的话 指的是他就在皇帝的身边 完了之后陪着了一批人马 非常和平的把这个皇帝就弄到一边去了 就像是曹曹丕汉一样啊 就一下就把皇帝给弄到一边 然后他当皇帝了 这种啊 周恩来我觉得不算 而且周恩来的话 他也不是皇帝嘛 嗯 后面还有朋友问 讲这个灭佛的这个事情哈 就是问说灭佛运动发生的时期都是社会动荡 自然有些人想通过入佛避难啊 加入佛教避难是吧 不管是真信还是假装 如果这些皇帝不着急发动吞并战争 当时林立的朱政权之间是否能相安无事 后面我不念了 很长 这个问题很长 其实呢 人世间的事情 它是有定数的 我在讲这个孝丹风云哈 我现在整理那个文字 把这个中国二十四史基本上从头讲了一遍 其实孝丹风云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的一个史观 也就是说呢 人世间它其实是有定数的 我们在讲孝丹风云第一集的时候 我们就提到那三场大风猫 第一次就是赤壁之战 在一个龙东季节 十二月份的时候 明明是应该刮西北风的 但是那一天刮了东南风 造成了这个曹操在赤壁之战战败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事情啊 很多次啊 包括像这个朱元璋和陈有亮那鄱阳湖大战 也是如果当时不起风 朱元璋就被陈有亮干死了 当时就突然之间起风了 所以后来朱元璋把陈有亮干掉了 注定他是一个开国的皇帝 其实 当时鄱阳湖大战的时候 那个朱元璋坐在他的大船上指挥 刘伯文站在那个朱元璋的身后 有一个细节在明史上 有一个细节 我现在整理到我的那个 就是孝丹风云的那个文字稿里边去了 我大概可能还得再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才能把第五部整理完 这个事情比我想象的要慢的多了啊 当时朱元璋在打那个鄱阳湖大战的时候 突然之间刘伯文在朱元璋的身后突然间就跳起来了 然后大大吼 他吼了一句什么话呢 他说难兴过 赶快换船啊 这是他是 人家打仗的时候都看着敌人是吧 当时刘伯文是看天象 他发现天上一颗星过来 这是对皇帝不利的 就对未来的皇帝的时候 他还不是皇帝呢 那个朱元璋还不是皇帝呢 然后告诉朱元璋赶快换船 朱元璋刚从他那个战船上下来 跳到另一艘船 另一艘船上的时候 突然之间一发炮弹打过来 就把朱元璋当时那个船给打沉了 所以当时陈有亮的军队的话 都以为朱元璋打死了 结果后来发现朱元璋又出现了 他们都很失望 这种事情的话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正史中记载 就类似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 所以什么时候人世间会发生战争 这个战争谁能成功等等 这些事情我觉得都不是 表面上看的那么 就是人的想象中能够决定的吧 我觉得这些都是 其实都是有安排的 所以就是说 我们说当时如果不打仗会怎么样 当时神安排的就是要打仗 所以咱们这方面的话 我也就不去更进一步的去讨论它了 下面一位朋友问说 这个生活在大陆的我们正面临随时被中共要接种疫苗 病毒疫苗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回避 哎呀在中国大陆其实 这个这个真的很难 这个中共的话它对这个社会的控制 然后它是一个极权社会 它什么都控制了 你说你上班必须要打疫苗是吧 你不打的话可能工作就没了 然后这样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生活了 我觉得那这怎么办呢 这个这个我在大陆的话 我也不会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告诉你的 那你要是能找着工作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其实你说你哪怕是不是工作单位 就是你自己干自己开公司什么之类的 那居委会还管着你呢 是吧 所以就是中国它就是这样一个极权社会嘛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难回避 后面一位朋友说 我在中国大陆可能这十几年都出不来 最近可能要换行业 请问在这种大倒退的情况下 什么行业会稍微好一点 我觉得这些事情啊 就是你让我在中国大陆 我也了解不了那么多的行业啊 我觉得现在在中国大陆呢 你要想去找一个什么投资理财啊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风险特别的高 骗子肯定会很多 而且投资理财的话 可能不会对你真的有特别大的帮助 就是或者是说你能够得到稳定收益的这种可能性 微乎其微 所以这方面的话还真是得注意 我觉得在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 现金是特别重要 有人可能说那现金贬值怎么办 那你想不贬值的话 那就只能去买什么黄金的美元 什么之类的 那大陆的话你又买不了美元 是吧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会考虑买些黄金 或者怎么样 我不太清楚 但是有大陆有房子的朋友 我觉得我几乎可以看到那一天 在很近的未来的话 我觉得大陆的房地产市场就会崩盘了 我是这样看 当然我也不是算命的先生 我只是说这样的一种直观的感觉 那个房子如果是你自己住的话呢 那是没办法的 因为你总得总得有一个地方住 但是如果你有很多很多套房子的话 我觉得 哎呀我觉得不能留 可是我觉得你要把现在把房子卖了之后的话 谁买又坑了谁 这事情只能是你自己去把握了啊 哎呀 其实这个这两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谈那个比特币的问题啊 因为我以前在这做节目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这个比特币 这个比特币的话呢 就是我当时对比特币持有一些负面的看法啊 我是主要是当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认为比特币呢 他没有办法作为一个货币 作为一个货币的话呢 他必须得有一个稳定的价值啊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 呃一美元今天是能够买这些东西 明天还能买这些东西 比特币的话 他的波动率很大啊 就volatile啊 他这非常的这波动性非常大 这样的话呢 大宗商品的结算和这个呃 就是日常的这种购买的话呢 就是很难用比特币来结算 特别是其实比特币结算一次的话 花的时间很长 比如说你刷信用卡 刷一刷 可能马上就一秒钟不到 这个transaction就完了哈 这个这个这个钱就付过去了 但是比特币的话 他因为采用区块链嘛 所以你要想付钱的话呢 他得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就是区块链里面的话 都能够有这个交易的信息之后的话 他才算能够把这个交易完成 所以比特币交易的话 他比较花时间 至少要花几分钟吧 就一个transaction啊 就是一个交易要花几分钟时间 我是当时是从这个货币的角度来说的话 他可能不太适合于做货币 但是呢 就是现在可能是很多人也看到一个问题哈 我其实前两天看到一个节目是 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 那个纽约时报的报道 好像是写于2013年 我忘记了具体的时间啊 以前我没有看到过 他当时讲说我们对比特币有五个误解吧 我忘记了哈 其中有一个误解他说他把比特币当成是一种货币 这个可能也是我的一种误解 就是就像黄金一样哈 他的这种交易的话 你不能拿黄金直接交易 我现在给你买东西的话 我给你一块黄金 这也不太可能是吧 都是用这个现在的那个就是叫法 就是法币 就是法币的话 就是法定货币来进行交易 那么其实比特币的话呢 就现在有一些人 他是把它当做一种数字资产啊 我我是说我我不是说这个这个这个就是让大家去买比特币啊 我是在讲我最近的一些这个得到的一些的就读书和思考得到的一些信息啊 跟大家交流一下 有些人的话他把当成是一种数字资产 现在的话呢 等于是现在比特币的一个ETF现在在那个叫叫叫叫per share 叫叫per share是不是 我忘记了哈 有那么一个ETF 现在呢在这个股市交易 然后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些人 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美国有一个卖家具的公司叫overstock overstock就是呃 有点像vfair哈 他是属于那种家庭里就是就家里面用的那些东西 他卖那个东西 那个公司好像他说他们以后可能会去接受这个比特币 所以其实呢 我想说一个什么事情呢 其实一个东西哈 他这个这个货币哈 他的本质其实是大家的信心 就大家如果都觉得对这个东西有信心的话 他不值钱他也值钱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描述这个问题哈 我前两天还特别看了一下一只股票 我不知道大家多少人还记得有一个股票叫game stop 不知道大家多少人记得哈 他当时这个股票大概在四五块钱的时候就被人做空了 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公司肯定要完蛋了 结果呢 很多人他就知道这个做空的那个机构的话 他当时做空的那个股票的数量已经超过了game stop实际发行的股票数了 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些做空机构最后肯定得把这些股票买回来 而且到那时候他这个股票会成为一个稀缺的东西 所以大家就拼命买 买完之后的话就hold在那 等着那些做空的机构到时候赔钱 然后的话呢就把那个game stop的那个价格一直炒到四百多块钱一股 如果没记错的话四百多块钱一股 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公司他又不赚钱是吧 这股票在四百多块钱一股的话 他肯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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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跌下来 早晚有一天会跌到这个四块五块甚至就跌没了 结果我前两天就看呢 我发现他还在一百多块钱 还在一百多块钱 按说这公司股票根本就不止一百多块钱 为什么还在一百多块钱呢 就大家都相信他都不卖他 哎他那个价值就竟然稳定在那了 我觉得比特币的话呢 是不是也可能会有这样这样的一种 就是大家都相信他 大家都信任他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带来这么一种结果 我对比特币了解还是非常有限的 我只是现在在在在在讲我最近的一些 这个读书和思考的东西 比特币他有一个 有一堆这个非常坚定的拥躬啊 就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像GameStop一样 他有一些非常坚定的拥躬 特别是那些保守主义者 他们觉得比特币的话呢 他互相之间的这种交易 完全是就是可以绕过银行监管 这个是他们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 而且是跨国的啊是跨国的 那这样的话就如果大家都有这么一大批人 他们相信这个资产的价格 然后的话他们去买这个东西的话呢 他真的能够把这个币值稳定在一定范围 当然我知道他还会波动啊还会波动 甚至可能波动的幅度还比较大 但是呢就是我觉得 我就借着这个来讲一下我对钱认识的这种本质啊 就是如果很多人都相信这个东西有价值 其实黄金也是啊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黄金为什么有价值 当然我从一个修炼人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黄金的价值是什么什么 但是跟大家可能想的不一样啊 很多人的话他就是blindly 他就是blindly他就认为说黄金就是值钱 黄金就是有价值 所以很多人就会买黄金 他觉得黄金是能够这个保值的资产 那么也有些人的话 他认为比特币是保值的资产 就是他会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有一大批人 他们能够形成一个社区 他们都护着这个资产 他们都觉得这个值这么多钱的话 那他就会把它变成一个 就像变成一个现实一样啊 我现在感觉好像是这么回事 这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 在思考这些问题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好像感觉越来越多的那个 大的公司的话 在好像在慢慢慢慢在认可这个比特币 一旦加进来之后的话 大家如果都认可他的话 那他可能就会变成一种 就大家的信心吧 可能是 其实美元也是 其实美元过去的话 他之所以大家觉得他很稳定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美元 他是跟黄金挂钩的嘛 但是他跟黄金一旦脱钩 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一旦瓦解之后的话 那个如果美国政府 可以这么无毛印钞的话 就是没有理由这么印钞的话 他就会带来通胀 但是他现在的话 他通过这种债务的方式 来吸这个通胀 同时我们看到房子在涨 物价在涨 是吧 就是在在这个吸这个通胀 就是在吸收这个通胀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对美元也是一种信心 因为现在现在已经 就是这个这个美联储啊 这个他在他在拼命的印 在拼命的印 大家觉得美元还值钱的话 其实我觉得也是跟大家的信心 是有关系的 再往下午 我再看一下哈 大陆一个 还有一个朋友留言说 换句话说 就是脾级太来 乱到一定程度 自然会向好的方向转 这个我明白 但是这还有几个问题 我想不明白 一是究竟要乱到什么程度 才叫脾级 现在这样算不算 如果不算 是不是要继续乱下去 其实这次哈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事 就是川普下台 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大坏事 坦率的讲 我也觉得很糟糕 拜登现在确实把美国搞得非常非常糟糕 是我简直就无法忍受的糟糕 但是其实拜登上台的话呢 最近这半年一年 半年多 我觉得唤醒了很多人 前两天在那个劳等康 他有一个事 大家知道吧 就是劳等康的当时有一个家长 他的女儿被一个所谓的 transgender的一个 一个男的给强奸了 就那个男的 他是他本来physical 他的他的那个就是DNA的话 他是明明是X染色体 外染色体 就带外染色体 就是是一个男人 生理上是一个男人 但是他说他是个女人 然后就进女厕所 然后把一个女孩给强奸了 强奸了之后的话呢 这个那个女孩的父亲 当然就对这个这种学校的政策 极为的不满 而且那学校还在包庇 包庇那个那个就是强奸犯 所以这个父亲就去抗议 抗议的时候 结果后来就被一群警察扑上来 把他给打倒 打倒完了之后 就把把他给抓起来 而且现在美国的司法部要调查他 这个事情简直就 你觉得不可理喻 不可思议是吧 但是这个父亲的话呢 他是原来是投民主党的票的 我是我是看那个 就是推特上发文 我自己没有办法去 真正的去确认他 他那个人 他投的是民主党的票以前 那这一次的话 我觉得就给了他非常重重的一击 就是你就知道 你投了民主党票 会是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川普如果是从正面去唤醒人 认识到保守主义理念的这种重要性的话 他的价值的话 我觉得拜登是从负的一面 反的一面的话 在让人认识到 其实左派那个东西是行不通的 所以现在拜登的支持率很低 拜登之类却掉到42% 42%的话 还是一向支持民主党的那些 就是左派的那些媒体 他们的民调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像那个 就是有一个客观的民调的话 我觉得他支持率可能也就百分之三十几 我觉得就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期选举也好 包括2024的大选也好的话 我觉得这个肯定 民主党会失败的 咱们看吧 咱们马上这个礼拜二 两天以后 维尔吉尼亚那个选州长 咱们现在看那个 维尔吉尼亚那左派那个 Maccauliffe是不是会下台 然后他的那个共和党那个保守派的人会不会上台 如果看我这个视频的如果有维尔吉尼亚朋友的话 你们一定要投票啊 就要投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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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议大家投这个共和党的票 不能够再让民主党再这么祸害这个文吉尼亚了 我原来就住在文吉尼亚在那个Fairfax 本来那个地方是一个很保守的地方 文吉尼亚原来在这个南北战争的时候是南方州吗 本来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地方 结果后来高科技公司的话 就逐渐的就 那个在那个就是 DC的郊外 就建了很多的公司 高科技公司 我们当时那个Fairfax就像小硅谷一样 就很多那个大的那种高科技公司都在那块 然后的话再加上DC的话本身很左嘛 然后很多人搬到DC的郊区 他只要一搬到DC郊区 不是搬到马里兰 就是搬到那个维尔吉尼亚 然后的话维尔吉尼亚就变得特别的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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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长时间了 我当时去呃刚来美国的时候2000年吧 然后2001年的时候 当时就是呃州长选举 当时那个州长 我忘了共和党州长叫什么名字了 民主党那个候选人叫马克温尼 后来那马克温尼就赢了 我赢的时候后来马克温尼还坐了两届那个参议员 在那个参议院里面 就那个时候开始文吉尼亚就开始变蓝了 原来文吉尼亚两个参议院 就是两个那个就是参议员都是共和党 后来那个在2006年的时候 突然之间就翻盘了啊 突然之间翻盘了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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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那个州长 不是州长 就当时那个共和党那个候选人 George Allen 我特别喜欢那个人 我以为他肯定会赢 结果后来他当时干什么事有点失言 其实我觉得还不完全是他当时失言 就是文吉尼亚的的北度的话 北维州的话已经已经变蓝了 而且北维州人口密度大嘛 所以他一下就把文吉尼亚就翻过来了 那个之后文吉尼亚根本就没有再翻过来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一次州长竞选 就是两天以后的那个州长竞选 可能是一个机会 咱们看吧 咱们看吧 所以我觉得你说烂到什么程度才叫匹级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 但是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呢 我们知道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能做什么呢 如果你在文吉尼亚的话 你去投票 然后的话呢 现在那个CRT也好 或者包括这些什么变性的这些东西啊 就是这个在学区里面推 很多家长都站起来了 过去的话他们可能对教育是不闻不问的 现在突然间发现教育是把他们的孩子 叫成这样很多人就站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来讲的话 我们应该赶紧站出来 做我们应该能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你 如果你在美国的话 你真的做一个公民去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就这个事情的话 可能就有扭转的可能 至少它不会烂得这么快嘛 它可能还会 这个政治钟摆的话 它可能还会摆回来嘛 还会往右边这个摆摆回来嘛 其实在那个二战之后啊 就是这个七十年代的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不是有一批人 他们就是很左很左嘛 当时他们就是完全听信的 那个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宣传 就变得非常的左 但是后来的话 他们发现这样不行 这批左派的话 后来又变成了右派 就是新保守主义者 这些新保守主义者的话 他们其实是美国现在保守 这个主义非常中间的力量 里根原来也是民主党 他后来就发现不对劲 他就变成共和党 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 川普如果没记错的话 之前好像也当过民主党好像是 就是你会发现他 发现不对劲的话 他会这么摆回来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个人 我们能不能够在这样一个乱世 做一个好人 我们能不能够在这样一个乱世 能够秉持我们这种对神的信仰 然后保持我们一个善良的心 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做到这个的话 这个社会自然就会变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其实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的 所以这位朋友就会问说 那个还有多长时间呢 是什么时候能够烂到底呀 三五年七八年啊 什么之类的 这个问题其实就跟问共产党 什么时候垮台是一样的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 我们做好我们自己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不管这个世界怎么乱 每一个人如果想做好人的话 你自己想做总归是能做好人 就像孔子讲的这个我欲人私人质疑 就人远乎在我欲人私人质疑啊 就是那个人爱的那个人啊 就是人爱啊 人者爱人的那个人 说这样的 这个这种价值 人爱的价值离我们有多远 只要我想要 他就在我的身边啊 就是孔子就讲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 从做好自己出发啊 大家都好了 这个社会就变好了 我看看还有 就是刚才这个咱们网友的提 就是在会员网上的提问的话 咱们基本上就回答这么多了 看看那个今天是 今天有网友留言说 张教授请问若习不能连任 中国可能会发生什么 连任了又可能发生什么 这个问题很 很大 这个这个我不是个算命的 我很难讲 我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其实我感觉哈 习近平他作为一个总加速师的话 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啊 他上台之后干了这么多事儿 他如果连任的话会加速的很厉害啊 我觉得他会把中共给一直加速到就像一个破车一样 他要拼命踩油门 最后可能一下就散架子了啊 我觉得可能会这样 那么他不能连任的话呢 我觉得如果习不能连任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中国发生政变啊 这种政变的话呢 就是他会造成共产党的统治危机 这种统治危机的话 也有可能会造成共产党解体 所以我觉得不管习近平连任还是不连任的话 共产党的前景都很糟糕啊 非常的不妙啊 我是这样看的了 问马克思故意把形而上学信仰道德归类为意识形态 那么真正的意识形态应该是什么范畴之类的呢 意识形态的话只是一个说法 就是人思想中的东西 我觉得那信仰也好 或者是道德也好的话 它是属于人的思想范畴的东西啊 你把它叫做形而上也可以 呃 其实形而上 在这个中国古代的话 看不见摸不着的都叫形而上啊 没有形嘛 看不见摸不着嘛 所以周一里边讲叫形而上者为之道啊 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话就叫做道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意识形态就是 指导人行动的思想吧 我觉得 下面一个问题 台海发生冲突美军会参加吗 我觉得台海如果发生冲突的话 台湾一定要做到一点 当然我觉得这可能性几乎为零 我真的不认为习近平敢这么做 但是我觉得台湾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就是不管发生这个中共入侵 这个多么猛烈一定要顶住 一定要顶住 我觉得只要挺一段时间之后的话 中共自然就垮了 中国其实现在它的这个粮食需要进口 能源需要进口 然后呢 所有的高科技的产品 它都需要进口 我觉得就是 你像中共的那个飞机哈 美国的飞机的话 它发动机可以飞一万个小时 中共的那个飞机发动机 只能飞两千个小时 所以我觉得你只要能够挺住的话 一旦开战的话 不会有人再向中国去运送那些武器 不会给中共那些武器的话 中共很快就完蛋了 就是它呢 它其实当然有人说说它会不会扔核弹 那太极端了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不太可能啊 我觉得不太可能扔核弹 呃 今天咱们也聊了一个钟头了哈 要不然咱们今天就到这吧 好吧 呃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哈 如果有问题的话 大家还是可以到会员网站上去留言 然后咱们争取就是能够隔三差五的能够和大家互动一下哈 回答一下大家的提问 好了 那么今天咱们就聊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 再见 千古文明 汇城巨著 百家大义 唯唯到来 希望之声精品网 希望之城 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第二部大型讲史系列 中华文明史 为您重现中国历史上最璀璨的文明之珠 让您在轻松的观赏中 汲取古老的智慧和对当代的启迪 今天就登陆 Land of Hope.tv Land of Hope.tv Land of Hope.tv